第一天,我出生的时候是一个钻石墨影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我的诞生而准备 全体人员全部起立 伟大的王终于诞生了 父亲告诉我要寻找传说中的钻石水晶 突然一个爆炸声 一群海盗进攻我们 早不来晚不来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一个老头走过来了 这位正是海盗船长 他拿着双管枪击毙我的父亲 墨影人简直不堪一击啊 还想搞钻石墨影人出来 我看你们真是疯了 这时候我被海盗船长盯上 虽然他攻击力很强 但是我钻石墨影人速度是他比不冷 第二天,我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村庄 村庄看起来很不一样 这里的一切都寸草不生 有的地方都被洪水淹没 我还发现了其他村民 你是钻石墨影人吗 快救救我们吧 这里都发生了什么 突然海盗追过了 是一大群的海盗 终于找到你了 这一次我一定要在海盗船长面前好好表现 面对这种情况 我不得不反抗 我只有五个心脏的钻石墨影人宝王 我抄起土块向他们砸了过去 我不停地用土块砸海盗的脑袋 他们的速度还是太迅 拿着一把破刀就想来杀我 这片村庄都不安全 我得离开这里 第三天,我跑到一片森林里 在这里我遇到一个拿拐杖的墨影老人 我跟他说我是钻石墨影人 哇塞,真的是你啊 钻石墨影人可是很稀有的 你跟我过来吧 随后他将我带入墨影神殿 孩子你应该听说过水晶钻石吧 你的任务是要去找到他 这颗水晶拥有神秘的力量 还可以帮普通人实现一个愿望 可是我该怎么寻找呢 这个先不急 你先去寻找一个神秘钻石 它对你有帮助 随后老人丢给我一些墨影果实 我将这些果实吃掉后 我得到了瞬移的能力 这样我的逃跑能力大大提升 我得出去寻找力量了 就这样我跟老人告了别 第四天 我看到史蒂夫回家了 有借有还的我想去拿点材料 我直接闯进到房间 把这里所有宝贝都收进囊中 史蒂夫应该不缺这种东西吧 有了材料我立马去建造一个基地 没过多久材料又用完了 我又回史蒂夫房间进点货 今天可是好日子呀 我抄 谁他妈拿我的东西 有了材料我就迅速开工 很快一个超级好看的房子就此诞生 这里有好多的绵羊 猎杀几头做了一张好看的床 当我睡在床上的时候 我听到炮火的声音 我决定要出去看看发生什么情况 第五天 在我附近有很多船进攻这里 这正是海盗 我偷偷潜入进去 我知道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过他们还是发现我了 那我只好用我的土块砸死你 我不停地向他们扔土块 砸死一堆后我吸收经验升级了 我变得更高 而且多了五个钻石心脏 这时候我发现一张地图 原来他们都是为了地图而来 那张地图属于我们的 快还给我 谁都不许和我抢 这时候海盗船长过来 地图在我手里 我不会让任何人拿走的 你是忘了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说完海盗船长拿着弯刀扛我 他一打我就少了一半的心脏 海盗船长力量非常强大 我深知不是他的对手 我只好先跑掉 到了第六天 我重新回到墨影宫殿 钻石墨影人你怎么了 看起来有好消息呢 我找到一个神奇的地图 我猜这是钻石水晶的 干得不错 有了地图我们寻找钻石水晶 就方便了许多 邪恶的海盗不断地变强大 而你身为钻石墨影人 你一定要阻止他 墨影龙都不是他的对手 幸好有一位光手的出现 才将海盗船长他们的男子 要不这个英雄你来当吧 我已经老了 我觉得还是年轻人去吧 臭龙虾 快给我出来 海盗船长正在呼唤他的老朋友 有什么事吗 一切都交给我 第七天 我来到了蘑菇岛村庄 这里看起来发生红神 这时候我看到一只浣熊跟村民打架 我连忙上去询问情况 他娘的死浣熊自己不会种来抢我们的食物 还讲不讲理了 你要知道没有食物我就会饿死 我不得不这样做 说完浣熊就跟风味一样打村民 你先把食物还给村民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随后浣熊很听话 把食物交给了村民 是什么好吃的 我很是期待 幸好我在史蒂夫那里拿了一些食物 我把这些食物都给了浣熊 浣熊吃完后心满意足了 一八天 这群畜生正在休息 这个正是我抢劫的好时机 我现在顺移 所以先找一个最有价值的海盗船下手 这时候我看到海盗船长对他的手下说话 我们必须要找到钻石水晶 然后用愿望淹没整个世界 这时候我发现前面一个金色的箱子 我走出去打开一看 有一把弯刀和猎枪 这正是海盗船长的宝贝 拿到东西后我就传送离开了 结果半路上下起了大雨 真够倒霉的 我就这样躲在一个树木过了一个晚上 九到十天 我利用顺移来到了一个竞技场 我想去里面看看有什么 我进来的时候一个小龙虾正在跟着我 我是接受到海盗船长的命令 我要阻止你的行动 如果我能杀掉你那么我会得到一定的奖赏 放马过来吧 好大的口气 让你试试我的威力吧 他使用光波攻击我 我顺移到他的后面 使用海盗船长的手枪 并且用土块砸他 然而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反而我被一个光波打了只剩一颗心 我为什么要跟你打 我要找钻石水晶去了 你就是个懦夫 有本事别跑啊 十一到十二天 这时候我回家看看 我回来的时候浣熊已经在等着我了 你给的食物真好吃 我决定留在你这里 那好吧 我没有多余的材料了 除非又去史蒂夫那里偷一些 我在我故境建一个小高塔给你 我只有这么多材料 随便做一个垃圾堆你就勉强住一下 好吧 我住什么房子都可以 你还有没有吃的 上次给的食物我都全部给你了 想要吃的自己动手去找 那好吧 我去史蒂夫那里看看有什么食物 13到14天 我来到一个矿洞 想要寻找看看有没有铁块 我想利用他们做一些护甲和铁剑 找了一圈连毛都没有 这他妈是最穷的一级 就在这时候 一个小矮墨影员出现 你好 我是墨影长老叫我整包你 我这次来有一个好东西交给你 随后他给了一个彩色的宝树 这东西可以让我的生命值多了我的心脏 你可真的带了一件大好事火箭 小意思 有什么好的宝贝我都会给你 15到16天 我碰到海盗船长 你尽管把我的东西偷走了 我是绝不会放过你的 我已经知道你的计划了 你想利用钻石水晶来完成淹没整个世界 那又如何 以前我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小矮刀 我出现的时候村民都过周 没人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的儿子还被你的父亲干掉了 我发誓一定要统治这个世界 有我在 钻石水晶你是拿不到的 海盗船长愤怒地拿弯刀攻击我 我迅速和他拉开距离 使用土块不停地砸他脑袋 海盗船长还可以释放出手 他的攻击方式都很强大 我现在还剩五颗星 我不能跟他打下去 我直接顺移走要 十七到十八天 我跟海盗船长交过手了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 没有钻石水晶你是打不过他的 能避战尽量避战 你先从你身上给一颗钻石膜 随后我将一个钻石给墨盈长老 墨盈长老嘴里不断地念起咒语 好像给这个钻石添加什么进去 我已经将金字塔的位置注入到钻石中 你去寻找古老的金字塔那里 你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故事 我缓缓地走出大门 十九到二十天 有了定位 我很快就来到了这个金字塔 我慢慢地走进去 我来到一本书面前 突然我进入了一个幻境 我看到这里曾经是墨盈人的地方 这颗钻石水晶不断地生产钻石 有了这些钻石就可以帮助贫困的村民了 忽然闯入一些贪婪的人类 残害了这里所有墨盈人 还剩下最后一只拿着钻石墨盈珍珠 随后利用钻石结合将我创造出来 原来我就是这么单身的 现在这个金字塔里面空无一人 二十一到二十三天 小浣熊你找到食物了没有 很抱歉 随后我去村庄那里借一点种子 小浣熊的房子也做好了 我们一起把种子种上 到时候就有吃不完的食物 你要好好守住这里 不要被别人偷了 放心吧 那些村民是不敢来惹我的 他们看见我都跑了 那你就在家吧 我有事情要出去一趟 随后我随便瞄准一个地方扔传松墨盈珠 二十四到二十六天 我这是随便扔的 我也不知道会去买 我扔到一个小树林里 我抄 我怎么又遇到这个小龙虾了 我正准备想去找你了 没想到你落在我的头上 我和你无缘无垢 你为什么要想杀我们 因为这是海盗船船的命令 在一天晚上有很多僵尸追着我 那时候我还是很小的龙虾 如果没有海盗船长来解围的话 我早就死掉了 所以说我的命就是他的 你有能力的话你就来杀死我 不然的话我可要杀死你了 随后小龙虾向我攻击 我不得不利用土块来反击 他的进攻非常猛烈 就算我会顺利 他也能定位到我 我现在只剩两颗钻石心了 打开背包 拿出之前获得的彩色宝石 直接传送林太郎 27到29天 你跟我说的那个金字塔 我并没有发现什么 我现在还是很弱 连个小龙虾都打不败 此时除了钻石水晶和神秘钻石以外 听说有一个钻石人 你可以去那里过去钻石棒 并不是猎烟王 那家伙非常暴躁 你可要小心一点 那好吧 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 30到32天 我来到了一个村庄 这里的村庄已经被洪水淹没 村民恳求我给一些食物给他 不知道是谁将我们这里的食物都抢光了 我收集中熟的小麦 还带了一群牛过来 再建一个豪华的木屋给村民 这样总算可以了吧 可以了 你做得非常棒 随后村民扔一些护甲给我 这就是钻石墨影人的基地了吧 终于让我找到你的家在哪了 随后小龙虾不断地破坏 33到35天 我来到了钻石火焰城堡 钻石人就住在里边 我开开心心地走进去 你好 你就是钻石人吧 能否在你身上的钻石棒给我用一下 他二话不说就燃起火焰 跟一头牛一样冲过来 大哥我是和你借东西的 能不能不要动手动脚 我拿起一个土块直接扔过去 接着我又被他击飞了 他太暴躁 我并不想和他对战 利用技能直接传送出来到外面 钻石棒什么的就算了吧 这也太难搞了 36到38天 我抄 我不敢相信我的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给墨影人丢脸了 小浣熊过来告诉我这里的一切 原来是那个小龙虾干的 又是那个家伙 我发誓一定不会放过他 很抱歉 我无能为力 因为他实在太强大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不怪你 我和浣熊一起将这里的火焰熄灭 虽然房子破烂了 但是还可以重建 39到41天 之前那个给我彩色宝石的墨影人过来了 欢迎兄弟的到来 我找到了一个很多宝石的洞穴 谢谢你告诉我洞穴的位置 听他说这个洞穴有很多的东西 我进来一看确实有很多 铁块绿宝石什么都有 我利用铁块来打造一些基础装备 将这里的所有资源都收集 我现在可太穷了 蘑菇岛那边已经被淹没了 现在的村民只能在水下生活 快给我滚开 爱是的东西 42到44天 看来海盗船长的愿望要实现了 我猜测钻石水晶很有可能他们已经找到 我看到水上还有一些村民被困在那里 我利用顺移将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可恶的海盗船长将我们的蘑菇岛村全部淹没 我们所有的财产都被抢光了 你能给一些绿宝石给我吗 看村民这么可怜 我也只好给点他 为他们搭建一个小蘑菇 我会亲手阻止这里的一切 你们等我好消息 太感谢你了 海盗他们将钻石水晶放在船上 我知道的只有这些 已经不错了 这条信息很关键 45到47天 这里就是海盗的基地 所有的东西都是靠墙来的 我将这里的宝箱都翻一遍 我最擅长干这一行 没有人比我更熟练 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宝箱 我猜测很可能有东西 果然 一个钻石稿和16颗钻石 再看看旁边的 哇塞 是钻石水晶 没想到竟然把这么贵重的宝物放在这里 我瞬间加了5颗心脏 获得飞行钻石块的能力 巡逻队已经上来了 我得赶紧走 哇 东西不见了 赶紧报到老大 48到50天 全部海盗都已经惊醒 看来他们发现的还是挺快 无愧是出了名的海盗 我在屋顶上发出大量的钻石方块 这些钻石方块可以发生爆炸伤害 对于群体生物来说 简直是致命的打击 我对着他们的基地就是一顿狂轰烂炸 突然小龙虾出现 好久不见呀 我看你是皮痒痒了 我直接扔出大量的钻石块将它炸飞 小龙虾不停地追击我 快给我抓住这个小偷 真要气死了 现在海盗船长跟小龙虾一起联手进攻我 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吗 我可是逃跑冠军钻石墨影人 51到53天 你将钻石水晶夺回来了吗 没错 而且我还可以发射钻石方块 你做得很不错 现在你总算阻止了海盗疯狂的计划 没有了水晶它会大规模发起战争 你要做的就是不断变强 直到能战胜它为止 钻石帮进度怎么样了 那家伙连和我说话都不愿意 直接就向我冲过来 没办法 我只好动用武力了 我离开墨影宫殿 你小心一点 你可是我们全村人的希望 54到56天 我重新返回钻石城堡 如果你不把钻石棒交出来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你 钻石棒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上次被我打跑你还敢来 接招吧 我不能靠近它 它身上的火焰非常厉害 我用钻石块将这里发生巨大爆炸 钻石人现在一动不动 看起来它受到了很大的伤 我直接走过去就是一拳 它爆炸了 掉落了很多东西 还有我需要的钻石棒 我开心地把它捡起来 57到59天 有一大群的村民都过来了 他们都很感激我 小浣熊跟他们一起在这里建造房子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庇护所 这块土地太小了 我们要做一个大型的农场 这样才能养活我们这一大群人 钻石墨影员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突然小浣熊给了我幻想 我看到了钻石珍珠 它就是长老所说神秘的钻石 60到62天 只要我知道位置在哪里 想要过去我很容易 当我来到的时候 这里怎么好像空空的 突然一个紫色的大块头出现 想要获得钻石墨影珍珠 必须要收集三个宝物 分别是彩色钻石 钻石水晶 还有一个钻石核心 我好像拥有其中两个 那你将它们放入上面 我将彩色宝石跟钻石水晶放入上面 还剩下一个钻石核心就在墨影城堡里面 63到65天 前方就是墨影城堡了 我得赶快去那里获得最后一块钻石核心 小龙虾已经找到了我 我就猜到你会来这里 提前在这里做好准备 要不是之前有海盗残长在你早就死 那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它向我出过来 我随后拉开距离 利用土块跟它进行拉着 这家伙攻击性强 就是太笨重了 我使用长老给我的墨影珍珠 这个伤害非常巨大 随后使用钻石方块发生剧烈爆炸 成功将小龙虾击杀 我吸收它的经验后 我成长了 变得更加好看 加了五颗心脏 我得尽快进去获得钻石核心 66到68天 前方那个就是钻石核心了 我过去拿的时候 墨影长老出现了 你个笨蛋 你上当了 那个紫色的怪物是海盗船长的手下 如果你拿到钻石核心 它肯定会抢走墨影钻石 找到真正的钻石结晶来实现愿望 这怎么可能 钻石水晶我不是在船那里拿到了吗 钻石水晶不能实现愿望 要钻石结晶才可以 我会亲手解决这里的一切 随后墨影长老向我发起一道墨影激光 没想到他竟然会对我下手 不过他手下留情了 还剩下一滴血没有将我杀掉 随后他拿走了钻石核心 69到71天 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 我都不知道支持哪一边 72到74天 我重新回到这个金字塔里面寻找线索 你是谁 你怎么过来这里 你的阴谋被我识破 墨影长老将他杀死后 将钻石核心放在上面 随后大门打开了 这里果然有一个钻石墨影珍珠在里面 将他拿走后 这个金字塔发生变化 上面顶端变成钻石 我的母亲竟然复活了 没想到有生之年我还能见到我 我现在不知道该干什么 墨影长老将钻石珍珠夺走 他这么做肯定有他的原因 我们要相信他 75到77天 我回到家中 突然发现我的伙伴不见了 突然海盗船长笑嘻嘻的过来 那个邪恶的墨影人才是最大的反派 我们要联合起来 不然他拿到钻石结晶 我们全都要完蛋 我记得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你想要淹没整个世界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我想改谢归正 你只要交钻石棒交出来 我就把你的伙伴都放了 那好吧 我相信你一次 随后海盗船长也兑现诺言 将所有的伙伴都放出来 78到80天 不要听信他的鬼话 他想要统治整个世界 他将我们抓起来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说的 该死的海盗 我不会放过他 现在快去阻止还来得及 我的愿望是要将所有墨影人都复活 钻石墨影人会理解我的 这时海盗船长出现 对着墨影长老就是一顿看 81到85天 我重新回到这个金字塔 发现海盗船长正在跟墨影长老开战 海盗船长将钻石珍珠放入上面 随后传送到里面了 我只想复活我们的族人 我很抱歉 现在希望你能阻止海盗船长 说完墨影长老就死掉了 我拿起钻石珍珠进入到钻石世界 海盗船长像风了一样 靠向钻石结晶 我还是来晚了一会 钻石结晶还是被他拿到 很快 这个世界就是我海盗船长的世界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海盗船长召唤出洪水之力 将整个世界淹没 86到90天 现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地方都被海水淹没 我的天 我的家全都被淹没了 不知道我的小伙伴有没有出事 91到94天 很抱歉 我还是慢了一步 我们都不怪你 都怪海盗船长太口了 以后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生物都要完蛋 我现在非常伤心 我要去跟海盗船长决一死战 95到99天 现在海盗船长就在这个金字塔上 你竟然也过来了 你欺骗了我 你不是说你感谢归正吗 为什么又要淹没整个世界 那都不重要了 现在我是这个世界的王 你现在加入我的部队还来得及 我家你妈 我去你压的 你会不会说话 我不断地利用周围的土块砸他的脑袋 使用钻石方块发生剧烈爆炸 我跟海盗船长在上面打架 我被他一刀砍到海中 我中毒了 在海底下面我找到了钻石真菌 那小子不会死了吧 第一百天 我来到了钻石世界 我现在状态非常不好 没想到你竟然躲在这里 乖乖受死吧 他跟黄毅一样拥有触手技能 我被疯狂拍打 就在这个时候 熟悉的声音出现了 一道默影极光发射过来 我受到默影极光的影响 我的血量恢复满状态 没想到吧 在金字塔那里我是装死的 我利用周围的木块 还有钻石块不断地攻击海盗船长 暗影极光对它的影响很大 最终惨死在我的钻石爆炸 我将钻石结晶放入上面 我的愿望是将所有的海水都推倒 现在整个世界恢复正常 跟以前一样